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制作人感到害怕 能让作词作曲者频频夸赞 能让电影导演称赞 能让粉丝惊呼 Ethan的周深究竟何魅力呢 可能大家中口不一 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 周深值得所有人的夸赞 表演曲目央视中秋晚会的录制已经结束 相关预热活动正在悄然进行中 周深今年也再次被邀请 现唱繁星璀璨的天空 可能观众对周深登上央视中秋晚会的舞台 已经见怪不见了 毕竟周深这一路走来 就颇受央视的喜爱 但是最令小编惊喜的是 在相关宣传活动中 周深频频被提及 花絮接二连三的放出 表演服装 表演曲目 表演形式一一被揭露 更加让观众多这个舞台充满了惊喜 就在刚刚央视放出的舞台表演中 周深惊喜出镜 带来了一小段歌曲 时常还算感人 除此之外 还意外收获了央视总撰稿的称赞 春奇非常敬业 对于从来没有接受专业训练的演员 第一次调威亚 要做各种各样的动作 还要表情丰富的演唱 难度非常大 根据介绍 威亚离地面最低将近24米 最高有34米 这个高度就是简单的将人吊起来 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更不要说在这个过程中控制面部表情 调整好状态唱歌 对于一个第一次尝试吊威亚的人来说 绝对是一件最难的事情 但是周深却做下来了 还意外收获总撰稿的评价 面对这样一个高难度的领域 面对这样一次全心的挑战 用粉刺的评价来说就是 周深是很擅长于给自己清零的歌手 过去的成功与荣誉都只属于过去 面对每一个新舞台都是全心的开始 以最认真的态度从头再来 这份心性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在这乱花迷人眼的娱乐圈还能保持这份清醒 相信他会走得很远 为了对得起 每一次的舞台和观众周深一次次的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这样的态度和自身的实力 难怪敬业 唱得好 性格好这样的称赞一次 有一次出现在不同的合作者口中 成为了周深的标配 是的 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敢于挑战自我 虽然周深已经给人太多的惊喜 但是他还是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只为达到更好的舞台效果 他的努力配得上大家的鲜花与掌声 在不远的将来 他终会站到顶峰 更有些粉丝评论道 在我印象里 好像和周深合作过的伙伴对他的评价都挺高的 不仅敬业 业务水平还高 还幽默随和 呜呜呜 我也想和周深合作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这句话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有多少音乐制作人想和周深合作 有多少做词作曲者想和周深合作 又有多少幕后人员想和周深合作 现在 演变为粉丝都想和周深合作 优秀的人就是这样受欢迎 就是值得大家的夸赞和喜爱 周深两灯央视中秋晚会 次次再满礼物 或许粉丝还有机会见到他们 每当周深的Oster歌曲响起的时候 观众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到 周深又来收割眼泪了 那么两次登上央视中秋晚会的周深 又会收割什么呢 那当然是一大批的礼物了 要知道周深可是央视的宠儿 特别受欢迎 时隔一年周深仍随身携带着 去年收到的礼物一把尺子 周深去年在洛阳的时候 收到了主持人陪匪的礼物 洛阳龙门石枯尺子 并解释了送给周深这份礼物的含义 就是说话和做事要有分寸 周深也时刻记着陪老师的话 将他放在自己的行李箱随身携带着 时刻提醒自己 在今年的央视直播探班活动的直播中 周深就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当陪老师询问尺子的时候 周深立刻回答道 怎么可能 在我行李箱呢 我说过我随身带着我就放行李箱了 当然不是随身带着是随身带 在行李箱也是随身带 害怕自己表述不清楚 刻意又强调一下 尺子到底在哪里 周深在专业领域能严格要求自己 在做人说话方面也可以严格要求自己 连带着他的粉丝生米 也一直都以周深为标杆 这才是偶像的力量 去年周深是很容易拿到了这个礼物 但是今年的时候 这个礼物可是有点难拿呀 主持人给周深出了个难题 回顾八月份之前 你都唱过哪些歌 说不出来就拿不到礼物 话说 这主持人真的很喜欢周深啊 给了周深免费宣传自己歌曲的机会 周深也是很会把握机会 挺不好意思的说出了自己第一张专辑的歌曲 很有趣的互动 今年的周深在央视的舞台上 收获了一层多肉植物 并且在听工作人员介绍的时候 直接把表演曲目给暴露出来了 璀璨星空 繁星扁扁 十字星 璀璨 三文鱼等种类的多肉植物 连周深都吐槽到 刚才委婉的介绍表演曲目 现在倒好 谜底全解开了 又是一场保命局长和筛子朋友之间的较量 直播结束后 有些参与人员放出了周深抱着多肉植物走的画面 就像一个开心的小孩子 这盆多肉植物应该还会出现在大众面前吧 毕竟这些东西一般都是放在电脑桌旁边的周深生日直播的时候 应该也是会出镜的 礼清情义重 虽然礼物很普通 但都饱含生意 一把尺子既警醒周深做事 要有尺度又提醒他记得读书 一片多肉植物 还巧妙地将粉刺的名字融入其中 周深曾说过他要成为生米的骄傲 他做到了 最开心的莫过于生米这个名字被央视提及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周深也会有更多的人了解到生米这个群体 中秋佳节周深又让人四分五裂了 本来是只有央视一场晚会的 这部又来一场晚会2021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 周深也被邀请了 而且还是和谭顿老师的再次合作 这个阵容想想就让人很开心 谈点周深综艺节目中体现人品的细节 网友始于歌声终于人品 提起周深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音乐鬼才 百灵鸟 他的歌唱实力确实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优质男青年正能量歌手的周深 除了他歌声很迷人之外 他的人品也很稀粉 正因如此许多网友评价周深 始于歌声忠于人品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谈点一下 周深在综艺节目青春环游记耳中 那些体现人品的小细节 首先是贾玲抱起周深与工作人员 进行猜拳游戏的环节 比赛结束时 贾玲放下周深的那一刻 周深贴心的把脚尖点起来了 许多网友分析称 使周深害怕踩到后面的贾玲 一个小小的动作很难被观众注意到 但是又十分的温暖 在录制期间天气十分炎热 周深一直在为贾玲扇扇子 不仅如此 他也很照顾节目嘉宾 用扇子贴心为刘敏涛挡水 在刘敏涛哭时体贴的为他擦眼泪等等细节 一件件小到不能再小的细节镜头 只是一扫而过 但就是这些小细节堆积起来 让大家看到一个细腻温情的周深 下意识的行为 真的能反映出一个人最本质最真实的一面 周深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教养 低调不张扬 美好又正能量 粉丝都说对周深真的是始于歌声 出挂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